探寻藏在街头的十年老店 北京晚风饭馆 在北京这么有人气的小馆太少了 都是一家人带着孩子 再加上装修和陈设 一下让我仿佛回到了20年前了 你看看这儿 21点必餐 10点准时下班 有点国营单位大食堂的意思 堂坐里面 人家这里边你看看这肉 薄薄的一层户 不像咱们上外边去吃 一咬里边是空的 外边一层户 里边肉一丢丢 肉新鲜 底口抹的也好 你要底口打不好的话 你炸出来的时候吃着发硬发梗 人家里边嫩 这个就是当年街头的糖醋口的味 味很纯正 现在的糖醋口跟十几年的糖醋口有变化吗 这种带番茄汁的都是从广东粤菜这块传过来的 咱们在早以前的糖醋里面都是酱油啥 要是小孩 特别说小姑娘都比较喜欢吃番茄口的 像我这个年龄 我都比较喜欢吃那种酱油啥的 那种的糖醋口的味更突出 焦溜丸子 这个焦口差一点 它这个丸子不焦的原因 一个是根欠大了 二一个是什么 这黄瓜水气 高温的情况下 水气一出来把丸子就给泡软了 差什么一点点 但是直到表扬的绝对是人家的肉 丸子上炸的还不错 吃到嘴里边也很香 而且丸子也是现炸的 这种丸子要不是当天炸 你早上进了冰箱 一口就能吃回来 烧茄子 我在外边我很少点烧茄子 我一般吃烧茄子 我都在家自己做 这个菜不好做好吗 相当难 这个茄子人家是过完油的 但是它没挂粉 这是烧茄子里边其中的一种做法 我做茄子 外边要挂一层薄薄的淀粉 炸着让它外边有一酥脆的壳 把这个烧茄子的汁调好 锅一回锅 叭叭一抖勺就出来了 你吃着这个茄子 是外脆里嫩的 假如这茄子你要不挂粉 你要油温不够的话 容易窝油 你看 现在已经上面这层油 你越吃越多 大家可以按照我这方法试一下 您看看烧出茄子了 好吃不好吃 精品茫茄 咱们看看豆腐肠 鱿鱼卷 还有百叶 火腿 肥肠 血 就这一样东西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点这道菜吗 这两天光试它了 咱们在店里 谁做的 李叔叔做 跟李叔叔做的怎么样 还是李叔叔做的好吃 这一盘68块钱 给你里边料子 给的很实在 实际上茄茄就这些东西 是一个复合味 麻辣 但是这少了一个什么烫 某一旺吃到嘴里边得是烫嘴 说的是 咱不要先开一个社区店 这段时间没干别的 里头我们光摸合这些家常小炒肉菜 你要是做不好 那你索性别上 今天咱找的这个馆子 就是体验到20年前的风格还在 这些菜味都是一直保留下来的 这个口还是10年前20年前的这种口 像这样的馆子 你要是附近的 我非常强烈推荐您到这来尝一下 但是您要离得很远 没有必要刻意的来这吃一顿家常菜 因为人家就是一个社区店 服务的就是本地的这些客群 所以咱们要留给人家附近居民一片净土吧 好 好